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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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卡洛斯又和大家见面了 由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这里忙这个 Make & Share 創作及分享家庭华会 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讲一些 有关工艺上的题材 但正如我一向所说 作为一个Maker,动手工作这部分 是永远重要过其他的题材 例如科学 人工智能,计算机思维等等 不是说这些不重要 但这些都是知识性的东西 如果真的要创作发明一些东西 动手作何时都是最重要的那条药引 也都好像我经常和同学说 有关Iron Man 光铁奇合的故事 知道Tony Starr是一个花花公子 也是一个人工智能各方面的天才 但如果大家有看过第一集 你就知道 如果它不懂得动手作 那条命都收不回 那还怎么成为钢铁奇合呢 因此令到我今天 又打算和大家讲一些 手工艺的操作 而且是几年前已经答应了大家 就是有关阿加力膠片操作的第二集 我就记得很清楚 我在第一集教大家 如何用钢刀在阿加力膠片上切割直线 而且因为我觉得这是动手做的常识 所以我将这个影片放在家居动手系列里面 而在同一个影片里面 我更教了大家 使用一个发劫式的发热器 去屈接阿加力膠片 之后我又做了另外一个影片 是讲关于阿加力膠片的充压成型 但是这个就需要有巨型的焗炉才可以做到 那今天我就想将这个话题转成接盒 意思是如何将两块阿加力膠片粘在一起 提到用胶水来粘在这个概念 大家第一件事当然想到 因为东西烂了所以要粘在它 但是这里很多同学 或者甚至朋友都有个迷思 要是用AA膠就什么都可以粘在 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 因为它接触的面积很小 就算用什么超能胶 都没有办法粘在一起 接合不同的材料 会使用不同的胶水 例如接合木材 我们会使用胎斑胶 而且好像这两片木材 因为要接合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接合等干之后 效果是相当稳固的 但是要接合这么薄的阿加的胶片 又会怎样做呢 首先就要选胶水 一定不可以用木工的胎斑胶 那有什么可以选择 502可以吗 借你AA超能油可以吗 我只能告诉你 你可以拿来试一下 但是效果一定不好 照我所知 要将两块阿加的胶片接合 最好的方法 就是将它的表面溶解 而我们俗称的阿加的胶水 其实就是一种叫做 哥罗芳 的化合物 学名是Tricolomethane 使用它要非常小心 因为它是有毒的 当然是既食用的 不可以食肚 更加就不可以敏 要使用这种胶水 我们就要准备一支尖的毛骨 或者是针筒 在教大家接合胶片之前 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究竟胶片是怎样切割的 我们可以使用激光切割机 又或者采用上杂所教的方法 用勾刀勾出一条坑 然后拍断它 但原来选择上面两种方法 去切割胶片 胶片的边缘是会非常光滑的 光滑到一个程度 根本不需要用这个布套 进行抛光打磨 但不说你不知道 原来一个这么光滑的表面 是更加不利于使用哥罗芳来贴合它 原因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因为这种方法 是要将胶的表面稍为溶解 让两个溶解了表面去互相贴合 所以滑是没用的 反而我们要用沙纸 将摇合表面磨它 最好留下亚加力粉末在表面 就会更加黏得更加好 例如我要将这两块黄色的胶片 接合成90度 我就在后面放了一块木块 去支持垂直的胶片 用毛筆沾上少许哥罗芳 在摇合边轻轻滑过 让哥罗芳滲透到一条垃圾里面 又或者你可以用针筒 来进行相同的操作 至于用针筒正用毛筆 就要看你的接触面积有多大 如果接触面积大一点 针筒能够搭配的哥罗芳 当然比毛筆更多 不理你用哪种 只要保障到和弓件 不会有太多的接触 就不会不小心 漏掉哥罗芳出来 整花表面 由于哥罗芳并非浇水 它溶解了表面 将两者接合之后 很快就会揮发走 所以不用等多久就干了 在结构学上来看 这种单薄的结构 就不方实质 但是 怎样都比你用502 或者AA 加号更多 学会了怎么黏 阿加力之后 我们看回刚才我们这段影片 用不同的切割方法 把它切为三块 那我们又可不可以用 刚刚学到的方法 把它黏起来 变成一个手机架呢? 答案固然是可以的 只要你将接触的地方 用刚才教的方法 先用砂纸打磨一下它 然后在接触的地方 注射入哥罗芳 而当哥罗芳揮发了之后 手机架就成型了 但是这种方法 做出来的手机架 究竟结不结实呢? 不如我们用热屈曲的方法 做一个手机架出来 和它比对一下 最后做出来的两个手机架 虽然在尺寸和外貌上都相似 但是热屈曲的方法 是用一片胶片成型的 结架是比较稳固的 如果两个并排在用 你会觉得哪个耐用性较强呢? 聪明的你 一定不需要我画公仔画出场的了 相信经过了今天的讲解之后 大家都会更清楚 何事应该用阿加利的织合法 何事应该用阿加利的屈曲法 来得到我们心目中想制作的效果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卡老师 喜欢我的影片 请您订阅、订阅、订阅和分享出去 再见